我現在回憶的問題是 如果在服事團隊有人容易遲到 不出席 我們怎樣選擇呢 我會 行量這個人 他的生命是否適而適奉 他的心態是怎樣 他的情況是怎樣 我覺得可以幾方面 一方面是了解他 另一方面是教導 讓每一個人知道 我們所做的為主做 神都喜悅 鼓勵人、激勵人 去服事主 如果有人 他們的服事心態是 很弱的 其實 事奉有很多種的 我們在這裏的服事祈禱 我們是 都被他們簽名 例如今次有幾個到 誰願意來的 他們就簽名 有些情況 例如星期一就多些 有些人就回不了 我們都被他們侍奉 因為我們是一個 我們怎樣定義 是一個自由的侍奉 他真的回不了 就有些人 即是他下個禮拜 或者在下個禮拜 即是說 這個定義 譬如師班 我們不是用師班 譬如師班需要二十個人 如果每次那些人不肯定出席 師班是一個師班員的要求 就是師班員要每次出席 你才可以成為師班員 你定義了 他就要跟從 就是我們定義 因為我們沒有定義 因為有時候我們接受 有些人 因為我們都是有些 是第一位教會來 一齊操練 是奉的 他有時候他在教會裡 會約 黃鹿他來不了 我也沒有要求他一定 這樣的時候 他就有這個自由 但是 到了一個時候 譬如我們的教友 可能我們有這個 會有這個規則 但是呢 教友都會有時候說 我今天沒有親節 我真的來不了 今天有什麼原因 我來不了 這樣 我們都會 excuse他 就是 由他回來 但如果他是恆常 我就衡量 他是不是適合師奉 就是看那個師奉 是不是需要人恆常 來 那有些師奉 是 譬如有些長者 整班都一起 我們一起做廚藝食 或者一起預備午餐 譬如可能15個人到 20個人到 都預備桌椅 都差不多 沒有什麼大分別的時候 我覺得不一定要 要求他們 一定要 遲遲出職 但有些工作 是需要的時候 我覺得是 在乎我們的定義 你定義了是這樣的時候 你就可以 要求 要求那些人 是怎樣的 這個是 在乎每一種工作 但另一件事 就是如果他簽到 我就期望他出現 這個也是 就是 我們給他自由 他簽到 譬如我們期望 我們需要幾個人幫忙 但結果他沒有出現 我們忽然間 幫不了人 我們就期望那個人 譬如他經常都不出席 他說出席 但不出席 我都會問他 但我問他 我又不一定要定他罪 我只是說 我留意到這件事 我想了解發生什麼事 我會用一個 不定罪的方法 所以我們都沒有一個準則 必定是怎樣 這是在乎 侍奉群體 如何定義 參與者的情況 因為他的定義就是 今次誰來得到簽名 你簽名了就來了 你真的來不到 也不要緊 但也可以說 每一次你都要出席 這是在乎的定義 但如果有人 他是某些問題 持續的 而這些問題 影響他侍奉 我們一定會跟他談 如果他不適合侍奉 我們一定會請他 幫他處理 讓他將來可以侍奉 拍照 入神 聖字幕 作詞 由 作詞 作詞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